香港示威没完没了 如今就连大学校园也都面目全非 变成了一个小型兵工厂 自从两天前和警方在校园内对峙之后 蒙着脸的学生现在都忙着在校园内布阵 挖出了所有的资源 自己制作武器 像是汽油弹 弓箭和标枪样样有 就像美国媒体所形容的那样 示威者的装备升级了 不过对这帮大学生来说 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自保 朗朗的读书生不在 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区传出的是 制作汽油弹 弓箭等等小型武器 所发出悄悄打打的声响 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兵工厂 蒙着脸的学生也在反复练习 万一警方攻入校园时该如何反击 他们甚至向记者解说 当遇到警方时 要如何更安全撤退的策略 根据香港警方的消息 在12号的校园冲突开始前后 有学生拿出了弓 有金属箭头的箭和标枪向警员开射 据了解在场的弓箭手都是建议社团成员 他们也指导其他学生射箭的技巧 对参与示威的学生来说 这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抗争 他们必须这么做 我为了学生 我是学生 我是学生 我为了学生 我没有想到 我会融入 这么危险的事 我从来不想到 部分大学生如此积极制造武器 与警方对抗 但不少教职人员和其他学生 却陷入恐慌 也担心人身安全 警方为此呼吁校方 不要纵容暴徒 让他们在校园内任性放肆 而警方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必要时就会介入处理 NTV7综合报道